娜姐周秀娜以一席超低胸连身断情出席有份投资的美衣品牌发布会 狂秀可以夹断筷子的事业线 当天的发布会原本是在下午举行 但由于周秀娜原本乘坐的航班 因为天气原因被取消了 发布会被迫押后到晚上举行 嗯 对 已经对 就还好啦 可能因为最近肤色黑了 所以就变成这样好像很多事情都蛮就是 蛮不幸运的 因为飞机又就是因为黑雨的关系 所以延迟了 对 很抱歉 所以早上的工作也取消掉 对 就变成是之后还要去工作 这样对 所以让大家等 非常的不好意思 没有办法 周秀娜最近可谓或不担心 早前她前往冲绳拍摄旅游节目 又因为被烟花见伤而要回港求衣 加上去年被摩托车的烟囱烫伤 她的腿现在可谓是五颜六色 现在脚伤其实 因为一直都有在 就有在治疗 所以其实没问题 走路还好啦 不会像之前这样一拐一拐的 虽然身体出现小毛病 不过娜姐的心运和事业 就并没有因此受到阻碍 日前她带伤密会 曼联求新 李奥费迪南德 原本不是一般的朋友聚会 原来是有生意要谈 我想主要还是在亚洲区 因为其实她对于亚洲区还蛮有兴趣 我想大家也对她很有兴趣 所以可能是关于一些服装上面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我自己很喜欢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大家好 我是搜狐视频 也对